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300多买了 把它买回来了 老铁们要看经典的小米140瓦三口氮化夹套装充电器 你们说的其他博主都是测试大干 我搞回来给大家做个详细的彻底的测拆 从外到内测详细拆到底 让你们这些老铁看得明明白白 这个小米140瓦三口充电器真的有那么好吗 我们拭目以待 还是那句话 希望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有需要购买这些数码产品的朋友们 橱窗里面去看一看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先开箱这个140瓦的套装充电器 这一套充电器 小米一贯一来的风格啊 白色的简约的包装 充电器图片 数据线图片 小米的logo 背面规格信息 条码信息 认证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 用户指南一本 三包凭证一张 这是自带的数据线 这个是充电头盆底 打在手上是非常大的啊 这根线材为6A的CC线 外部有纸带进行包住的 这种材质的数据线的话 在没有使用的时候 它整体就会偏硬 线身的直径4.3毫米 护套的宽度12毫米 护套的高度20毫米 连防折断部分30毫米 这根线材的长度 大概就是1米5 多了大概10毫米左右 Type-C口内部 小米一贯的风格 设计成橙色的 整个充电器 上面有一张膜 我们把它撕掉 同样采用的折叠插角的设计 充电器的高度65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81毫米 充电器的厚度30毫米 充电器连包装盒 连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278克 去掉包装盒 连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250克 单数据线重量55克 单充电头重量 195克 三个充电口的设计 两个Type-C口 一个USB-A口 都是采用的程式 这一面是 GAN淡化加的标识 这边是140W的功率标识 我们来看一下 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电源适配器 型号MDY-16-EA 这里是执行标准 输入规格 100-240V的全球电压 单口输出 USB-A口 C口 最高功率20V6A 也就是120W 后面则是 双口和三口输出的规则 我们后面再测试 3C认证 试列使用 双路绝缘 循环10年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看这个规格的话 我身外我买错了 这个最高功率是 20V6A 120W 充电器和数据线的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进入我们的 测试部分的内容 首先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个充电器 三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 充电协议的情况 这个充电器USB-ECO 协议支持的情况 这个ECO 它有小米家的私有协议 必须配合小米家的 原装充电线 才可以检测出来 它有UFCS 融合快充的33W 高通QC3.0 5V 9V 12V 3.6-20V 然后是米家的私有协议 这个DCP则是基础功率 我们再来看这个充电器 Type-C-ECO 协议支持的情况 跟刚刚的USB-ECO 协议是一模一样的 融合快充33W QC3.0 3.6-20V PD3.0 100W 小米私有协议96W DCP则是基础功率 Type-C-ECO 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 跟前面两个充电口 也是一模一样的 融合快充 QC3.0 QC3.0 和米家的私有协议 然后DCP基础功率 从这个协议测试来看 这个140W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个140W 它的PD公版协议 最高只有100W的功率 这个140 讲的是它的总功率 大家不要搞混桥了 测试完协议 我们再来看看 它的快充兼容性的情况 这个充电器 它公版的PD协议 我没有看到 有PPS的快充 但是这个米家的私有协议 倒是有一个5A的PPS 所以说充电兼容性 我们先从这一个 荣耀300开始 我们看一下 它支持供满的PPS 怎么样 插上去 只有一个双闪充电标识 实际功率的话 在10W左右 不愧是私有协议的充电器 C2口也是一样的 双闪充电标识 功率也是一样的 A口的话 就是一个5V的基础功率 这一部手机是 绿场的OPPO A3 Pro 它支持UFCS融合快充 A口顺利启动 33W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25W C2口一样的 启动了融合快充 起始功率26W 功率比A口要高一丢丢 C1口也是一样的 启动了融合快充 这部手机是 蓝场的J9X 它可以支持UFCS 也可以支持PPS Type-C1口 启动了UFCS融合快充 Type-C2口 也是一样的 启动了融合快充 USB A口 同样的启动了UFCS融合快充 三个充电口的功率 都是差不多的 起始功率都是在 20W 21W的样子 这部手机是 三星的Loto10家 用这个USB A口 给它充电 功率的话 只有15W左右 走的是QC 9V的档位 用Type-C2口 也是仅仅显示的 快速充电 功率也是一样的 用Type-C1口 也是一样的 快速充电 功率的话 也是15W左右 9V两岸的 高通QC快充 这个产品的兼容性 大家看到了啊 除了有一个UFCS 融合快充 来兼容 蓝场和绿场 其他的手机的话 大家就别想了 也就是一个 普通的快充啊 毕竟这是一个 私有协议充电器 我们现在来对它 进行充电数据采集 也就是说 采集它的 小米私有协议的 充电数据 和融合快充的 一个充电数据 首先我们采集 小米120W充电数据 这个手机设置内部 充电加速功能 我们全部都开启 目前这个手机的 电量还有7% 显示充电 120W MAX的标识 这部手机 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 充电曲线图 前面一分钟 经过爬升功率 爬升到71W 持续了6分钟时间 然后降了功率 这一阶段的功率 最高的时候 是51W 最低的功率 是41W 一共持续了 13分钟时间 充到90%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这个手机从7%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26分钟时间 这个速度非常快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充电温度 这个温度曲线图 是我采集线 出了一点问题 这里断了一格信号 这里有一个抖升的情况 这跟充电器无关 最高的温度 采集到是38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 在18度左右 经常看咱们视频的 都知道 这部手机 是我长期用来测试 充电的一部 红米手机 它的充电功率是67W 我们采集小米67W的 完整的充电曲线 目前这个手机 是没有电的状态 这个手机已经充到 94个电了 已经转为 眷流充电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充电曲线图 这个充电曲线图 前面有一个尖峰功率 是45W的功率 也就仅仅 就是一个 尖峰功率而已 后面的话 就是41W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 9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33W的功率 持续了4分钟时间 后面的话 就是27W左右的功率 一共持续了27分钟 然后充到80% 逐渐的下降功率 充到90% 它就转为 5V的基础功率 进行眷流充电 这个手机从没有电 充到90%的电 一共花了42分钟时间 我建议的话 厂家都应该这样设定 让用户 电池 寿命 可以使用的久一点 不要去一味的追求大功率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由于它充电 拉载的时间比较长 反而比120W充电 温度还来得高 最高温度是43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 还是18度左右 UFCS融合快充的 充电曲线采集 我们还是找一个 功率比较高一点的 绿场的设备来测试 目前这个手机 还有10%的电 我们采集数据 这个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经常看咱们视频的 一看就知道啊 典型的融合快充曲线图 起始功率25W 充到90%的功率28W 逐渐上升功率的模式 整个充电过程 一共耗费48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还算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 像这种40多分钟的 拉载的话 它的温度就比 第一次充电的温度高多了 最高温度41.2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 19度左右 测完安卓手机的充电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PD协议充电测试 和PD的满功率拉载测试 用这部苹果13 Pro Max 我们来看一下 它对苹果手机充电 是一个怎么样的曲线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 还有2% 这个苹果手机 已经充到81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 18瓦功率 然后逐渐的下降到16瓦的功率 持续了21分钟时间 再下降到11瓦的功率 持续了10分钟时间 然后再下降到6瓦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 就充到80% 就降为5V的基础功率 进行卷流充电 整个充电时间 从2%的电 充到80%的电 一共用了58分钟 这是13 Pro Max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的充电温度是32.7度 充苹果的话 更加没有压力了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 19度左右 这个小米打引号的140瓦 实际烤机功率是100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充电曲线图 前面是96.6瓦的功率 一直运行了 一小时37分钟 然后就降了1瓦的功率 现在是95.5瓦的功率 持续运行 总共运行了 接近一小时50分钟时间 这个90多瓦的功率输出 还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55.8度的时候 咱们用热线仪 采集了一张 它的表面温度和核心的温度 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57.9度 核心温度最高的时候是60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16度左右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不要把它当成 PD140瓦的充电器来购买 这一次咱们烤机 是拉它的最大的功率 也就是双口同时输出 真实功率是126瓦左右的功率 总功率140瓦吧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一共运行了接近一小时40分钟时间 两个充电口的功率 一直就是稳定在 一个62瓦多 一个63瓦多 非常稳定的 两个充电口一直在输出 我们看一下温度 这个温度曲线 在一小时的时候 就已经拉到了64度 后面继续拉了30多分钟时间 它的温度还是在64度左右附近徘徊 这个时候我们用热像仪 也采集了两张温度图片 表面温度为65.6度 核心的温度是69.5度 近70度 这个温度的话表现还算是很不错的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是18度左右 这个是充电器自带的一根1.5米长的CC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数据表现怎么样 这次我测试出来 它内部E-Mark芯片的信息 非动型数据线 方案采用的小米 供电能力24V5A 速率规格也是USB2.0 下面是版本信息 用直降的仪表来测试 这根线材的线组的情况 它的线组表现为119毫欧 这可是1.5米长的线 这个线组的成绩非常不错 这个线材压降值的情况 我们测试15V和20V档位 1A和3A的两个压降值 15V1A的压降值0.12V 15V3A的压降值0.37V 20V1A的压降值也是0.12V 20V3A的压降值0.37V 20V5A 100W的功率 这边输出100W 这边输入97W 丢失功率约3W 这个可是1.5米长的线 28V5A 140W的功率 这边输出140W 这边输出137W 也是丢失功率约3W 我们现在对这个充电器 进行多口功率分配的测试 看看它多口使用的时候 有没有断联的情况 首先是C1口加C2口的情况 首先C1口启动它的100W功率 我们再接上C2口 没有断联 功率迅速调整到65W 然后C2口也是一样的 PD65W 我们拔掉C2口 也没有断联 功率迅速的涨到100W功率 先启动C2口的100W 再接上C1口 一样的 也是没有断联 功率迅速调整到65W功率 这边的话 还是走的65W功率 拔一下 它也不会断联 把功率迅速调整到100W功率 我们现在来测试 C1口加USB-A口的情况 Type-C1口启动100W 我们接上USB-A口 同样的 A口是没有断联的 功率迅速调整到60多W 这边的话 也是走的60多W 因为这边走的 小米的私有协议 库代科的充电宝 它是可以支持的 我们拔掉A口 一样的不会断联 功率迅速调整到100W功率 我们先接上A口的100W 再接上Type-C1口 同样的不会断联 功率调整到65W 这边的功率也是走的65W C2口跟USB-A口 同时使用的时候 跟C1口和USB-A口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三个充电口 同时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 先启动A口的100W功率 我们再接上C2口 接上的瞬间 也是迅速的调整 变成65W C2口同样的是65W 我们再接上Type-C1口 Type-C2口和USB-A口 它也没有断联 功率的话 迅速调整为40多W输出 这边也是40多W的功率 它的总功率 不会超过140W 经过这个多口的功率分配来测试 大家看到了 它是单口100W输出 多口输出总功率140W 再三强调一下 这个不是单口140W的充电器 大家不要搞错了 我们现在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充电器 它在110和220V交流电的情况下 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 也就是电能利用率 现在是110V6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用功耗是1.8W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110V60Hz综合 平均待机功耗 0.2W 现在是5V3A 15W功率 110V交流输出 18.4W 这边直流输出 45.1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 82% 9V3A 27W功率 110V交流输出 31.1W 这边直流输出 26.8W 则算转换效率 86% 这个充电器 没有12V档位 大家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点 15V3A 45W功率 110V输出 50.3W 这边直流输出 45W 则算转换效率 89% 20V3.25A 65W功率 110V交流输出 71.7W 这边直流输出 65W 则算转换效率 91% 25A 100W功率 110V交流输出 110.1W 这边直流输出 99.7W 则算转换效率 91% 现在是交流 220V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用功耗是 8W 然后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 220V综合的 平均代界功耗 0.6W 现在是5V3A 15W功率 220V交流输出 18.7W 这边直流输出 45.1W 则算转换效率 81% 9V3A 27W功率 220V交流输出 31.5W 这边直流输出 26.8W 则算转换效率 85% 还是同样的 没有12V档位 15V3A 45W功率 220V交流输出 50.3W 这边直流输出 44.99 也就45W吧 则算转换效率 89% 20V3.25A 65W功率 220V交流输出 71.3W 这边直流输出 65W 则算转换效率 91% 255A 100W功率 220V交流输出 108.6W 这边直流输出 99.7W 则算转换效率 92% 这个小米 140W充电器 经过两个交流档位的 转换效率测试 114V 我们换算出 它的平均转换效率 为87.8% 220V平均转换效率 87.6% 这两个数值 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一个充电器 最关键的数据进行一个测试 就是它的交流纹波输出的情况 三个充电口 我们每个充电口都要测试 现在是Type-C1口 纹波输出的情况 5V3A 1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13.4毫浮 平均纹波 11.5毫浮左右 9V3A 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7毫浮 平均纹波在 12毫浮左右 15V3A 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6.5毫浮 平均纹波在 23.5毫浮左右 20V3.25A 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2.5毫浮 平均纹波在 18.3毫浮左右 20V5A 100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26.2毫浮 平均纹波在 21.1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表现也是非常疾病的 现在我们测的是 Type-C2口纹波的情况 5V3A 1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8毫浮 平均纹波12.7毫浮左右 9V3A 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5毫浮 平均纹波 11.6毫浮左右 15V3A 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28.7毫浮 平均纹波18毫浮左右 20V3.25A 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3.3毫浮 平均纹波16.6毫浮左右 25V5A 100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2.8毫浮 平均纹波18.6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的纹波 表现比Type-C一口更极品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Echo纹波的测试 因为要经过这个仪表 再测这个纹波 它会有误差 电流表过滤了以后 它的纹波只会更低 现在是5V3A 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29.4毫浮 平均纹波在 12.9毫浮左右 9V3A 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9.1毫浮 平均纹波12.6毫浮左右 15V3A 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9.8毫浮 平均纹波23.8毫浮左右 20V3.25A 也就是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4.5毫浮 平均纹波在 19.2毫浮左右 20V5A 100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7.2毫浮 平均纹波在 21.5毫浮左右 这个Echo的纹波 经过电流表过滤 估计要加个 10毫浮左右的 纹波上去 所以说这样测试下来 它这个纹波表现 也是很极品的啊 这个小米140W 淡化加充电器 经过我详细的测试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 说几个要注意的点 这个充电器 是不兼容PPS协议的 毕竟是个 私有协议的充电器 然后就是啊 它没有PD 12V功率档位 没有单口 140W的功率输出 除了这些缺点 这个充电头 测试数据表现 确实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充电器 适合哪些用户购买呢 适合 米家用户 苹果全家桶用户 还有就是蓝绿厂的用户 不介意它的价格的话 也是可以入手的 因为它可以同时 三口输出 33W的融合快充 就这一点 市面上还没有充电器 可以跟它比 不错的转换效率 极品的文波控制 三口不断连的基数 价格300多 老铁们 看到我这个视频以后 你们觉得这个充电器贵吗 值不值 希望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点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还是那句话 有需要购买这些充电设备的 可以在咱们小店的橱窗去看一看 照顾一下 咱们回回血 谢谢各位老铁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